大家好,那我的分享开始吧,感谢今天在库伯康的这些听众已经到下午最后一个话题了, 然后我是来自JuiceFS这个项目的合伙人苏睿, 然后JuiceFS是一个面向云环境设计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然后因为这个文件系统也在被很多AI场景的用户在AI训练还有模型加载推理的场景去使用, 所以我们也积累下来了一些实践经验, 然后今天在这个话题上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近两三年在AI场景越来越流行的时候, 经常被问到的一些在存储选行以及对于性能的一些问题啊, 还有大家的一些这个纠结的地方, 然后这是今天会提到的几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会讲一下在AI上的背景挑战, 然后包括一些存储选行的方案, 以及我们自己在性能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实践和设计的一些思考, 对,还有一些实践的案例吧。 对,首先, AI是我们可能从2019年开始看到国内深度学习激活了计算机视觉, 也就是CV领域的很多的应用, 当时最火热的应该是两大类吧, 一类是人脸识别加上自动驾驶, 然后就发现CV领域的数据集在快速的长大, 那我这里列出的, 那开放的数据集其实这个才500G, 900万张图片, 但我们实际一项自动驾驶客户, 他们自己要管理的数据集, 单个的训练集可能是几千万小图片, 然后整个的数据一般会在50亿到150亿之间, 所以如果之前维护过一些存储系统的知道, 海量小文件在这个量级一直是存储系统非常难受的地方, 然后呢, 最近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大域研模型上也发展很快, 比如说GPT3它的原始的数据才45T, 还比较容易搞定, 但是到了GPT4做多模态的时候迅速扩张到EPB, 而且这还只是原始的数据集, 然后在它训练过程中, 其实你要持续的每隔一段时间, 要把你现在所有显卡显存的状态作为一个checkpoint存下来, 这样好让我整个集群出现一些故障的时候, 我能从最近的一个存盘点能够加载这个存档, 那那个checkpoint的数量其实也非常大, 所以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数据集越来越大, 模型也越来越大, checkpoint也越来越大, 所以那这些长大其实就让我们在训练的环境里面, 单机存储基本必须变成了一个分布式存储, 那单机的训练呢也就都转为了多机的训练, 然后所以在放在存储上的挑战, 我们觉得就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前面提到, 尤其在CV领域非常明显的就是海量小文件带来的挑战, 然后那第二点就是说是存储系统吞吐性能在训练场景上的一些不足和瓶颈如何解决, 那在今天的分享里, 第一点其实就不展开谈了, 我们重点来讲第二点, 因为每一个话题其实都得讲好长时间, 那今天重点来讲性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在性能不足的问题展开之前, 先要看在模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存储上面的选型, 大家肯定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只有选完型才能针对你的选型, 才遇到接下来的规模的问题和性能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存储所有的产品里能看到的就这三大类, 就是块存储, 对象存储和文件存储, 那块存储其实就是我们单机的硬盘, 那放在云环境里可能应该就是云盘, 比如说AWS上叫EBS, 国内的公有云一般会叫云盘, 然后那我裸金属的物理机上, 也就是我SSD NVMe的这些裸盘都是块存储, 那它最大的特点是说, 我是一个单机的盘, 不能多机共享, 想共享的话, 你肯定要搭一些NFS的网关之类的才行, 那的好处它是Posix接融, 这已经是我们系统最原生的使用方式了, 对, 放在Linux里面就是本地盘的使用体验, 放在所有的编程语言里都有原生的系统调用的API可以用, 你也不需要学习新的SDK, 然后但是这些单机存储的问题, 容量有上限, 就是我单单块盘的容量肯定不能无限涨, 然后所以就没法满足我前面说的数据集越来越大的问题, 然后实验, 实验是最低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裸的设备, 中间软件层加的非常非常薄, 所以那如果对于一些低实验的需求, 那可能块存储还是你的最佳选择, 比如说交易型数据库, 比如说我的Oracle, MySQL, 基本都还是一定跑在块存储上的, 然后那吞吐, 吞吐其实我每一块盘能提供的吞吐上限是固定的, 它并不能有一个很理想的扩展, 那对象存储其实是从贡有云出现以后才出现的新的形态, 在公共云之前其实没有这个形态存在, 那最有名的像公共云的服务就是S3, 那所有的公共云里一定都有对象存储的服务, 对吧, 那开源的也会有像Mio, 然后像Safe的RTW这样的开源项目可以选择, 那今天其实随着S3的越来越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其实我们面向很多开发者, 尤其是我们更关注业务的时候, 可能不太会详细的区分对象存储, 那和以前的NAS或者说分布式文件系统有什么区别, 对, 那这里我们先把这些点先不完全展开, 然后像文件存储的话, 就像以前我们买的EMC, NetApp, 或者华为OceanStore都有这样的NAS的产品, 都可以算作文件存储, 那在公共云上也有像EFS这样的产品, 然后像SafeFS是开源的, 那它可能相比块存储的好处是, 我可以多击访问, 然后仍然提供了PoSix接融, 然后我在如果是一个云上的文件存储, 还能提供一些弹性的能力, 包括容量的弹性, 吞吐的弹性, 对, 但能看到它的实验已经不是最低的了, 对, 然后那文件存储相比, 对象存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PoSix接融上, 对, S3所有的对象存储一定是基于一个HTTP API给你去访问, 那可能你可以直接访问API, 也可以用一个SDK, 然后方便你编程, 然后也会有像SFS啊, 像Goofy这样的开源项目, 它可以把你的S3的一个bucket挂载成一个, 像本地盘一样挂载到你的机器上, 但使用起来体验不一样, 这个体验的差异在哪呢, 其实就来自于说, 这也是大家经常搞不清楚对象存储和文件存储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有功能和性能上的不同, 所以在这里我画了一个比较形象的图, 在对象存储里面, 如果我打开一个命名空间, 它叫bucket, 非常形象, 它就像一个桶, 你所有的对象, 就像这样都往桶里扔就行了, 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结构, 没有相互关系, 随便扔, 对, 但是文件存储不一样, 我一定是以文件夹, 多层文件夹的格式要组织我的文件夹和文件, 我是有一层一层结构的, 所以展开是一个树, 那这棵树在文件系统背后的实现里, 它也是一个类似的数据结构, 它要保存这些节点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就会带来一些特性上的区别, 比如说, 在PoseX的所有的API的定义里, 其实是为这个结构去设计的, 比如说我SL列目录, 那我是可以按照树形结构做便利的, 那放在对象存储这边, 我想做一个便利的时候, 其实没有任何结构可以帮助我, 所以对象存储会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些对象的名字建个锁引, 然后当你真的想便利的时候, 我就去锁引里做一个搜索, 它没有数据结构, 我就是按照搜索引擎一样去搜索, 所以性能可能会和文件存储之间, 一般会差一百倍是正常的, 然后那还有一些结构就会, 比如说在对象存储里不能做追加写, 不能做覆盖写, 然后也很难做预读, 包括目录便利, 性能会大概应该是文件系统1%左右吧, 然后不能支持原子的改名, 这个原子改名是指什么呢, 在文件系统里我们知道有用MV, 直接改一下目录的名字, 放在文件系统里, 如果我想把这个目录改个名字的话, 它会按照数据结构直接找到这个, 这个点所在的位置, 把名字改掉就OK了, 但是放在对象存储里的时候, 没有这个结构, 那所谓的目录名其实是我们所有对象, 那个key的前缀, 那也就是一个字符串的前缀, 所以那如果我想在对象存储里, 做一次改名的话, 那我就要把所有的对象, 做前缀搜索, 找到所有符合这个前缀的那些对象, 然后呢, 把他们用新的名字拷贝一次, 这里要真的发生实际的L拷贝, 所以你的改名动作, 有可能搜出来了一万个对象, 他要把这一万个对象真的复制一遍, 用新的名字, 然后再把旧的删掉, 这是对象存储里的改名的一个行为, 它就会和文件系统里有一个非常质的差别, 那这些不同其实就会带来说, 它适用的场景不一样, 比如说对象存储是非常适合海量数据归档, 然后我要对单个对象做一些点查,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 对象存储最开始发布的时候, 它只有get, put, delete, 这么三个最简单的API, put就是我要上传, get我就是要读一下, 对, 那比如说最早去, 它最早的创建是说想满足我们在互联网上, 用户创建的各种的内容, 比如说大段的文字, 图片, 视频, 这些我要做一个海量数据的存储, 我要有足够低的价格, 我要有足够强的横向的扩展的能力, 那对象存储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当你想把这里海量的数据, 想以一定的结构去做更多样化的计算的时候, 对象存储就会显出前面说的一些性能的问题, 甚至包括编程语意不介容的问题, 这就更需要文件存储, 来满足我们的科学计算, AI的训练, 然后也包括一些大数据的ETL, 或者数仓的分析, 其实都在这样的一个适用范围内, 这也是说, 比如说在大数据的生态里面, 最早大家都用HDFS, 其实它也是一个文件系统, 是右边这样的结构设计的, 可能大家从HDFS如果直接换到对象存储的时候, 也会遇到一些不介容的问题, 和AI领域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选行里, 我们觉得在AI模型的训练上面, 块存储受到单盘容量和吞吐性能的限制, 已经不太适合今天越来越大的数据集, 和越来越大的模型了, 那对象存储虽然在扩展性容量这些问题上足够强, 但是呢, 它又不太适合对这种复杂数据集去做计算分析的场景, 嗯, 所以呢, 文件存储可以看到AI流行之后, 文件存储又迎来了它的新的春天, 所以CypFS还有包括像JuCypFS这些都在最近一年多, 其实变得更流行了很多, 嗯, 然后呢, 在文件存储展开一下, 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长的历史发展的脉络, 最长的第一代产品, 我们看到的是像EMC, NetApp, 还有今天可能买到的很多存储的柜子, 这个产品的形态大概诞生在90年代, 嗯, 然后那当时都是以软硬件一体的方式出现的, 对, 所以它也依赖于特定的硬件, 然后配合着一些软件去做, 对, 然后呢, 那今天碰到的问题就是, 它仍然能提供不错的性能, 但是呢, 在扩展性上其实带来了一些瓶颈, 第一个是在它的硬件设计架构上, 可能它有一些单集群规模的上限, 比如说一个集群是支持16节点, 32节点, 还是128节点, 通常是有一个上限的, 它的横向扩展能力不是无限的, 第二是当你必须要软硬一体采购的时候, 它的供应链周期确实会变得更长, 因为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运输的问题, 或者说个别一些硬件缺货的问题, 甚至包括说一些厂商的产品, 可能你不再能购买的问题, 所以那第一个就是大概在2005年, Google发了它的Google File System那篇论文, 然后也第一个提出来, 他们如何在标准的X86硬件上面构建了自己的Google File System, 那第一次告诉这个世界的开发者说, 我们把软件和硬件彻底分离了, 你可以用最标准的硬件加上多软件, 这样能管理超大规模的集群, 而且这个规模远远大于以前软硬一体的方案, 那在这个2005年的论文之后, 其实就有了一批第一代软件定义存储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开源实现, 比如说依照Google论文的最著名的实现就是HDFS, 也是解决大数据领域的, 那同时还有像Safe, Gluster, MOOSFS, 还有当时那一代的并性文件系统, 比如说Luster, BGFS, 还有, 对, 这些项目基本都是, 在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的时间窗口里诞生的, 都是想解决, 把软硬件去解偶, 对, 然后它其实有一个时间背景, 就是当时是宽带互联网流行, 在全球范围流行之后, 其实数据量在快速的膨胀, 所以以前软硬一体的方案也很难再满足互联网的这个数据规模了, 但是这一代文件系统, 其实它都有一个自己共同的特点, 就是当时都是面向机房设计的, 面向物理机设计的, 因为那个时间点上根本还没有云, 所以今天到了公共云之上, 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些项目在公共云上开虚拟机, 挂数据盘, 把它们部署起来, 但是无法用到任何云的弹性的能力, 然后可能它跟云上提供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匹配度, 也不太那么契合了, 对, 这是有它诞生的一个背景的, 所以JuicefS呢, 我们从17年开始做这个项目, 就是想在云环境上面向云能提供的基础设施, 和云需要的能力, 设计一个更适合云环境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然后同时它应该具备的一些原来文件系统具备的基础的特性, 比如说你的PoSix兼容的访问特性, 还有强一致性, 同时也应该有一些云上要求的能力, 比如说我要能弹性伸缩, 你像CF, HDFS这些一定是有手工扩容的过程的, 对, 然后我仍然希望能够继承像对象存储一样的便宜的价格, OK, 那在这个文件系统的几种不同的方案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再提一下说IO的, 在AI训练里, IO瓶颈怎么产生的, 其实在存储系统里面, 那你所有的性能一定是底层的硬件先支持的, 我们比如说NVME的盘, 一块盘能够提供3GB的最大的读写带宽, 这个是硬件的封顶了, 对, 所以我的软件写破天也超不过这个数字, 那我要能做的只是在分布式系统下如何尽量接近这个数值, 把更多的盘的聚合性能能够发挥出来, 那这个图画了一个简单的分布式的系统, 我三个大的方块代表三个节点, 然后里面代表每个节点, 然后挂了两块盘, 然后在里面的方块三角代表数据, 所以, 那在一个分布式系统里呢, 通常写一个数据可能会有三个副本, 为了提升这个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我写了一个圆圈, 有三个东西存在了三个不同节点上, 那这时某块盘坏了, 不会影响我的访问, 数据也不会丢, 对吧, 但我想访问这个圆圈的时候, 性能谁提供呢, 一定是圆圈所在的这块盘提供的, 对, 但这块盘不可能只存圆圈, 还要存三角方块, 所以大家都去访问这些数据的时候, 那一块盘上的不同数据, 肯定要分享这块盘的性能, 所以那我一块盘, 比如说有三GB的吞吐, 我要分享给所有上面的读的workload, 那就可能说遇到我的吞吐不够了, 能解决什么办法呢, 加更多的盘, 非常直接, 加更多的盘, 为了什么呢, 为了把这些数据, 更分散的放在不同的盘上, 这样的话, 我才有机会用到更多盘的聚合的吞吐能力, 对吧, 那我把三角挪走了, 这个盘上只有圆圈了, 那就说明这块盘的性能, 我可以是不是都给圆圈, 当然实际过程中没有这么单纯, 但是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那我们会碰到在机房里面, 搭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碰到一些客户, 当它有数据热点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 我的存储系统容量还有很多, 但是吞吐不够用了, 所以我要扩容, 我要加更多的盘, 不是为了扩展容量, 是为了扩展吞吐, 对, 比如说在像量化投资的领域啊, 还有一些领域, 它的数据热点问题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我的数据总量不大, 但是我上面的计算节点非常多, 大家都要读这份数据, 咋办呢, 盘不够, 为了性能加盘, 而不是为了容量, 对,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方案上, 也就是其实上一代, 像SYF HDFS, 包括我们的并行文件系统, 比如说GPFS啊, Lustre,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逻辑, 去做了设计了自己的系统, 所以它有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容量和性能是绑定的, 所以甚至你在公务云上去看所有的文件存储产品, 比如说AWS的EFS, 比如说阿里云的NAS, 比如说各个公务云的产品, 你都能看到它有一个指标规格, 告诉你我的吞吐性能是每Gb容量提供多少吞吐, 或者每Tb容量提供多少吞吐, 那这个逻辑都是来自于这个, 就是你有了容量, 我才能分配给你更多的真正的盘, 这些盘的吞吐才能分配给你的访问, 那所以这就是会给AI训练这种计算密集型的场景, 带来一个我Io瓶颈的问题, 可能就是我的数据其实数据容量有限, 集中在了有限的盘上, 或者说我的计算的负载不断的增强, 早早超过了我现在现有的一些盘能提供的能力, 那怎么扩容呢? 所以这就带来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更多的盘虽然能够提供更高的吞吐, 但是一直加下去的话, 为了提供这些吞吐, 我还要都用最快的盘, 买最贵的盘为了提供的性能, 但是它没有多空着, 没有容量, 所以那在今天AI这种算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我会不会买不起,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个是, 我做扩容的时候, 就像上面这个, 我要把三角从这块盘上搬走, 这并不是特别轻松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这块盘上有非常多的计算负载, 然后我想把一个数据搬家, 其实也是有负载的, 它也要争强我其他计算的负载, 所以搬家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真正的计算业务, 所以那负责维护存储的运维, 最头疼这个事情, 它就要很认真的选择时间, 比如说半夜大家都下班了, 没有任务跑的时候, 它才得起床干活, 做数据迁移, 还要保证你第二天大家上班之前迁移完, 因为这个过程, 它要做数据的打散重平衡的过程, 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容量和性能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 目前的用户很多会选择用两套系统组装在一起, 对, 这是一个无奈的方法, 就是我越来越大的所有的数据, 可以放在一个便宜的对象存储里, 然后哪个部分要用, 我再把它搬到一个高性能的文件存储里, 对, 那前面的文件存储提供高性能, 后面的对象存储提供一个便宜的海量容量, 但我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在两个系统里来回搬家, 然后更尴尬的是当你的真正业务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 他们都希望能够占有更多高性能文件存储的空间, 所以你告诉他空间不够了, 谁能删点, 我不能, 我也不能, 对, 谁都不想删, 对吧, 谁都不想下次用的时候还得搬, 要等那个时间, 所以就很无奈, 然后另外你看用户的workload可能也起伏不定, 对, 那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弹性的workload去帮它规划资源, 去匹配高性能文件存储的容量, 我按最大纸估, 这是在这种系统下做容量规划唯一的办法, 我只能按最大纸估, 因为我的文件系统没法弹性扩容, 我的扩容可能是若干小时甚至天级别的, 对,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的高性能文件存储的容量规划也一定要留足够的buffer, 还是仍然有不少成本的浪费, 所以那JuiceFS自己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自己看到以后如何解决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架构设计, 那能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云上的文件存储, 首先你得提供一些文件存储的基础能力, 比如说我支持Posix, HDFS, S3, 这三种存储领域最流行的API, 它们都完全兼容, 而且互通, 互通的好处就是你上面对接用哪种API写的程序, 签到这套系统里都不用改代码, 直接搬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包括像和Kubernetes的结合, 我们也提供了两不同的方式去在里面使用, Hospath, CSI, Satcar都可以适用不同Kubernetes的部署方式, 然后那第二点, 在数据存储和原数据引擎上, 这是分布式存储的两个重要的最核心的组件, 其实它也源自于当时Google File System那篇论文, 在这个图里表现就是我的数据存储是右下角的这个虚线框, 原数据引擎是左下角的这个虚线框, 那我两边其实都做了一个插件式的插拔设计, 那因为在开源的社区里面, 我们希望这个系统的定位是以最低的学习和使用的, 学习使用和维护的门槛提供给用户, 但是在我们开源之前, 我们有三年商业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发现文件存储支持的业务场景特别丰富, 但是不同的场景下, 大家对规模性能成本可靠性可用性的要求排序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在软件工程领域真的没有银弹能靠一个设计搞定所有的场景,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说为什么在存储产品上有五花八门的那么多型号, 也是说背后可能有不同的硬件, 不同的软件优化, 想支持不同的场景, 那JuiceFS希望有一个插件式的方式, 让你能结合场景, 还能结合自己的一些使用经验去做一个插件式的选择, 那首先两边分别介绍一下, 像数据存储的这个引擎的部分, 在上一代的分布式文件系统里, 大家都是面向物理机和裸盘设计的, 所以你要先写一套系统, 把这些裸盘管理起来, 管理好他们的状态, 管理好你的数据副本怎么放置, 然后有盘坏了, 怎么做迁移, 怎么做恢复, 但这件事情在公有云上已经被对象存储做得非常完美了, 我们也不想重复造这个轮子, 所以我们又既然, JuiceFS是一个为云设计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所以我们在数据存储引擎上, 直接用云提供的这个对象存储服务, 或者说在机房里, 你也可以搭建一个对象存储服务, 有非常多选择, 我们目前都已经支持了30多种, 接近40种不同的对象存储了, 对, 所以那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更方便的适配用户现有的一些基础设施, 那对象存储之间的, 我们认为也是差别非常小的, 我们把它们都看成一个可以弹性伸缩的海量硬盘, 就像我们买的那块硬盘一样, 但是这块硬盘我们平时怎么写数据呢, 肯定是先放在操作系统里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的过程就是要给它建立一个分区表, 在这个裸的物理设备上去提供一个管理数据的方式, 就是对用户来说更便捷的方式, 那这张分区表就是我们的原数据引擎, 它管理了文件系统里面的目录数的结构, 文件名, 时间戳, 权限这些信息, 方便你能够用PoSix或者HTFS这些API更方便的访问, 那在原数据的引擎里面呢, 我们仍然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有Redis, 有关系型的数据库, 有分布式的KV, 然后也包括我们在云服务里还有一个自研的, 目前没有开源的这个引擎, 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选择, 然后那在上面客户端的话, 就是如何去支持好各自不同的访问协议, 那社区的版本我们是在三件商业化的验证之后呢, 21年开源的, 然后我们经过18个月发布了1.0的版本, 也是一个LPS的版本, 会有做24个月的维护, 然后呢又过了13个月, 我们刚刚这个月发布了1.1, 也是一个新的LPS版本, 对, 目前在GitHub上还算比较流行, 可能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这个细分领域内, 最近两三年全球最流行的项目了, 然后那同时1.0和1.1是两个双LPS版本的, 这个运维护的方式, 就类似GoLang的社区, 对, 因为我们整个项目也是GoLang做的开发, OK, 那在这个图里, 其实仍然没有回答, 前面说我们怎么解决Io瓶颈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把容量和性能解藕, 对, 那前面又有一页说, 我用对象存储做了底层的存储, 那能快吗? 大家对对象存储的想法是说海量便宜, 但不快, 那这里可解藕的方式就是我们希望在更靠近计算的客户端提供一个透明的catch层, 用对象存储提供你海量的持久化, 对, 数据存在者不会丢, 但当你希望高性能访问的时候, 我的客户端会透明暗虚的或者提前预热的方式把你的热数据预热到离客户端或者说离算力更近的这种高性能的盘里面, 那这些可能我们会选择NVME的盘, 但是他们之间呢也不再需要一个复杂的系统去维护了, 都有主材外式的客户端会负责维护, 那你客户端盘的增减都只是加个参数的问题, 就很简单, 那这里比如说我每个计算节点上面的数据盘可以提供本机的一个换存命中, 那如果本机的盘的容量毕竟有限, 那我可以提供一个在本机之外的缓存池, 这其实通过网络去传输, 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大的高性能的缓存空间, 对,那在这个缓存池里面, 如果碰上了我的数据热点, 因为我的数据仍然存在盘上, 性能还是盘提供的, 比如说, 比如说, 举个例子, 那如果我有一份数据, 所有的团队都要访问, 那我这个盘怎么提供呢, 在这里我可以把缓存分组, 我可以按部门, 按业务, 按不同的方式, 灵活地改一个配置参数, 把这些盘分配给不同的业务,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快地去扩展我, 去扩展L的性能的需求, 对, 然后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然后这些缓存节点可以随时下线, 因为它只是缓存, 不会影响到你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你随时下线之后就可以做缩容, 把你的NVMe的成本省下来, 当然前提是, 它是云上的一个更方便扩缩容的方式, 如果机房里的话, 盘已经买了, 其实不存在缩容, OK, 他说还有三分钟, 在这个Cubernetes里, 我们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CSI的方式和Sitecar的方式, 那右边这种主要是针对云上serverlessKBIS的使用, 它没有给我们privileged的一个root的权限, 那我就通过Sitecar可以把我的挂载点注入进去, 那对于一个有全部的权限的KBIS的环境, 所以更推荐用左边的这个方式, 对, 然后两个案例, 第一个就是前向投资, 他们是一个做量化交易的基金, 对, 量化交易的数据集就是我们所有市场里面的这个股票、 期货这些标的, 数据量其实不大, 可能100T, 对, 到头了, 但是呢, 它上面的研究员可能越来越多, 大家的想法越来越多, 有不同的策略, 所以对于IO的吞吐, 其实有非常高的需求, 在这里, 他们就结合另外CNCF的一个开源项目, Fluid, 去做了数据集的定义, 并且同时用Fluid管理起了JuiceFS, 刚才提到这个缓存节点的扩缩容的能力, 它可以在云上自动的扩缩容这个缓存的部分, 然后那下面的话是通过JuiceFS把数据持久化到对象存储里面, 然后呢, 它们的收益可以看到, 这边用10个Po的并发去取100G数据, 右边是100个Po的并发去取100个数据, 那能看到说蓝色是传统上一代的这种高性能分布式存储, 那JuiceFS是右边这个橙色的, 那这里是加载的时间, 所以越短越好, 就能看到说当你的并发度越高的时候, JuiceFS其实得到的收益越大, 就是因为我的缓存可以更快地扩展起来, 去加速, 去满足你的这种更大并发的同时的加载, 如果是上一代的这个分布式存储的话, 可能已经碰到瓶颈了, 那下面的话就是在, 因为靠Fluid做自动的扩缩容以后, 成本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那它以前在没有JuiceFS这个方案的时候, 可能我做一个workload需要90块钱的时候, 那加上Fluid加JuiceFS方式就优化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只有八块多, 它们是依赖这个阿里云上的serverless的这个kbis的环境去做的测试, 然后另外这里举一个更大规模的, 比如说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他们这个客户在生产上已经有150亿的文件, 平均都是100K的小图片, 这个放在以前的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 比如说HDFS基本封顶是5亿, SIF的话我们的经验值应该不超过10亿, 对, 所以到100亿这个规模其实都有很大的挑战, 然后在这个规模下, 他们在生产环境里面可以提供, 目前业务上实际会提供一个250GB的吞吐, 大概就是用中间的缓存机群去做这个吞吐的一个支持, 有30万QPS,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是, 他们不是在一个机房环境, 他们是一个跨城, 大概中间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 一个跨城的双机房的一个方案, 那它的数据持久层, 对象存储只在机房的一边有, 然后另外一边是靠JuiceFS帮他自动去做镜像, 能满足1000公里之外那个机房的一个数据就近的访问, 那它需要做的是原数据以及缓存数据的镜像, 那对于它的全量数据, 其实只在一边存一份就OK了, 这样的话既可以满足你的成本上的一个优化, 然后也能满足你对性能的在异地的要求, OK, 所以最后也提一句, 这是这个异地机房的一个方案, 在今天其实很多AI的场景, 大家在一个云平台或者一个机房里的GPU是不够的, 那就被迫要选择更多的平台, 哪里有算力, 我就希望去哪儿完成我的计算任务, 那这时我就被迫要把数据搬着走, 那数据搬着走的方法呢, 就在外提供了一个全自动的方法, 帮你自动做镜像, 就不用手动挡地去搞了, 好, 最后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认为在今天AI数据集越来越大, 的时候分布式稳件存储, 其实是一个刚需, 那第一代的分布式稳件存储, 比如说像CFFS, 他们在这个整个集群的规模, 运维还有成本方面, 有非常多的挑战, 也是因为他们就是要面向物理盘去设计, 所以容量和性能一直存在一个绑定的关系, 那CFFS在云环境设计的时候, 我们利用缓存的方式, 把数据的容量与性能做了解偶, 这样的话能更轻松地来扩展, 我们在吞吐上面的这种性能需求, 同时当你有异地多云, 混合云这样的访问需求的时候, 我们也能帮助客户做好自动的数据镜像, 帮助你能就近地访问到这些数据, OK,好,谢谢各位, 最后也留了我们项目的网址, 还有包括我们项目的公众号, 然后右边是我个人的微信,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的细节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待会我们会后再交流,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